大家好,我是Tia,又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想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班的包里都装了一些什么 其实我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视频 所以想说那我就做一个给大家看 那我上班用的包是这个包 然后就是一个机车包 然后上面有一个挂室 这个挂室非常的可爱 这个包呢是我韩国代购 给我在韩国的东大门代购回来的一个包 它是机车包 然后它的价格其实不贵 就大概400人民币左右 然后这个挂室呢 也是它从东大门一起代购回来给我的 然后它的价格应该是130左右吧 我觉得我这个韩国代购其实真的还不错 它的价格什么都比较的合理 我推荐给大家咯 因为之前啊在微博上也有妹子叔叔说 想说让我介绍一下我认为比较靠谱的一点 代购给大家 那对于韩国的产品 你想要买的话 我就推荐我代购给大家 那如果有什么大家想买的话 那就去找它咯 回归主题 那我这个包 是我觉得就是上对我来说上班比较合适的 就是它装的东西呢正正好 不多不少 其实我之前上班的话是背的是Long Chef家的那个就是大包 我觉得那个包其实很能装 但是我又觉得有点过多了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就呃就我就觉得那个包对我来说有点赋予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包用这个包上班呃因为上班所以我就选择了黑色然后其实呢它的尖格就是大家看到外面有个拉链然后里面有一个拉链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拉链里面呢这里会有一个暗格有一个拉链 然后在这边呢就是有两个可以就是那种小的可以插手机什么之类的其实就就那么多个呃间格啦其实我就觉得OK了那我就一一跟大家说我里面都装了什么呃那这个包呢外面呢有一个拉链然后拉链里面我装的呢就是一个呃地铁卡呃地铁卡呃然后呃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呢我拿出来我拿出来我拿出来是什么就是就介绍什么好了首先我先拿出来是我钱包呃这个钱包呢是我呃之前去美国刚到美国没多久的时候碰到Juicy打折的时候买的然后这个包钱包其实用了已经三年多了呃我就觉得三年多吗没有就两年两三年吧然后然后这个钱包呢我觉得非常的呃适用 然后它打开就是这个样子啊我里面有钱啊有卡什么的然后它中间就有个拉链可以放那个呃可以放硬币那具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卡我就不一一说因为也设计隐私什么的 然后它的规格就是呃有三层然后这边有四个四个卡装卡的地方然后这里有一个夹层这边也是有四个然后这里面也有个夹层然后外面还有个拉链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钱包真的非常的适用呃反正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比较的合适我也用了很久 现在应该买不到这一款了因为这个款我好像现在也遇不到这一款了接下来呢就是有一包纸巾然后这个是充电宝因为我手机就是很容易就是用的多很快就没电所以我就背着充电宝 然后然后有一个六神的一个遮养的喷雾就是喷剂然后一个低露的一个免洗的一个洗手液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地方洗手的话这个洗一下手会比较的呃干净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一把伞呃这个伞知道是很轻就其实没有什么重量但这个伞呃也很小了就只能挡我一个人呃我是一个365天都会带伞的人因为我觉得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有太阳了那就当太阳伞然后下雨的话它就可以当雨伞就是反正我是一定要带着雨伞的我觉得呃出门带伞很重要对我来说 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呃快速的乌鸡笔呃这个笔我会买是因为我平常上班的衣服都会比较浅色嘛然后中午吃饭什么的话万一有一些什么菜的汁水啊或者什么就是滴到衣服上的话那衣服就会变得很很丑 然后呢这个快速的乌鸡笔就是可以呃用在你那些乌鸡上面然后快速的清除掉这样子的话呃衣服就不会显得那么那么奇怪啊 然后这个笔反正就是相当是一个救急用的乌鸡笔去乌笔我就觉得蛮适用的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一个购物袋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想说去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然后就拿个购物袋装东西我觉得比较的环保 其实啊这一层这个这一大层其实我就没有了我就装那么多东西我就只需要那么多东西 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我这个拉链里都装了什么呃拉链里首先有一个镜子这是一个镜子啦 然后呃有几包湿纸巾呃因为我想说有的时候要用什么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卡包这个卡包其实里面就是一些吃饭的会员卡啊 一些买东西店的会员卡啊唱K的会员卡啊反正其实这个卡包带不带其实都没关系因为有的就很多地方里都是报手机号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层其实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两个小格子呃小格首先呢就是稍微 大一点的格子的话呃我装的是有一把梳子 然后这是一个串可贴就怕有了脚就是穿鞋子磨掉啊然后我就想说有个串可贴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唇膏笔呃这个唇膏笔呢是我呃就是上周回来 回国之前在target买的这个是sonic cashup的唇膏笔这个唇膏笔长得真的很像NAS加唇膏笔 然后它的那个质地其实也是差不多都是valid的然后这个唇膏笔我用了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呃很像NAS加呃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是一个NAS的dupe吧 因为真的是呃很很很像然后我买的色号是berry nude就相当于是一个裸色吧 我觉得这颜色也蛮好看然后它的持久性的话我觉得呃跟NAS加的比的话稍逊了一点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只要7刀然后NAS加的那个唇膏笔要20刀 所以说其实这款对于它价格来说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再来最响面那一个就是钥匙它刚才掉出来了 那所以说其实我的包就是里面就只装了那么多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size的包就真正好能够装我想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平常我都是这样子拎着去上班啊然后有的时候拎累了那你就侧背这样子也可以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的质量真的是很行啊什么我都觉得非常的好 就介绍给大家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